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3月12日表示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已造成全球大流行 這對東京奧運是雙層奧運舉行的討論會產生影響 但終止是不可能 小池百合子還自出 緊接下來會與日本政府、東京奧運組織委員會 以及國際奧委會將會更加緊密合作因應疫情 針對東京奧運籌委會委員高橋智智之前對媒體表示 如果疫情嚴重推遲1-2年舉辦將會是最可行的替代方案 不過小池百合子強調 國際奧委會完全清楚東京都政府所做的各種準備 並且會視整體情況進行判斷